九合一选举将在明天礼拜六要登场了 今年除了蓝绿两党对决之外 民众党候选人也加入竞争 根据中选会提供的选举人数数据 以历届选举投票率在65%左右来看 像是台北市长门槛大约是56万6千多票以上才能当选 而选战最后一天 蓝绿党主席也到各地做最后的冲刺 总统蔡英文在激战区新竹市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是在桃园跟张善政小结 总统好 大家好 你们看起来很始终 但是 我相信你们在新竹不是少数 以上才助讲逗的支持者哈哈大笑 总统蔡英文多次到新竹市 帮市长候选人沈慧红震台 选前最后一天也没缺席 蓝绿党魁都出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桃园 在全台湾各地 我们今天都是全力以赴 希望保卫台湾的民主 也是一连两天朱立伦和市长候选人 张善政车队扫街充人气 不过这回第三势力崛起 因此各地当选门槛有所变动 台北市选举人数共202万6千多人 以投票率65%计算 北市三强鼎立 这次投票率至少得达到四成三左右 才能笃定当选 门槛是56万6千4百多票 相照起来新北比照单纯 侯友宜和林家龙蓝绿对决 选举人数331万6千5百多人 当选门槛落在107万7千800票 桃园近年竞争也相当激烈 虽然有四个人参选 最终回到蓝绿乡争 要过门槛必须拿下过半选票 59万3千1百多票 另外在新竹市 虽然不是直辖市 三角都选情却超级紧绷 选举人数35万7百多人 四成得票率的当选门槛 需要9万1千1百多票才能抢下市长 其他当选门槛像是台中 为73万9千多票 台南是50万3千多票 高雄则是74万1千多票 2022百里猴之争 最终结果即将揭晓 记者会在黄神波台北综合报导